警戒带您来关心的是 德国不是非常热情 阴阴期盼我们台积电到德国去设厂吗 我们也决定去设厂了 现在德国的补贴也下来了 而且德国补贴很有诚意 那很多人就问台积电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条件都谈好 才去德国呢 他说因为我得到了 经过了美国的教训之后 我这一次所有的条件我讲好 补贴多少 你要给我什么优惠 公贺我再来起了 因为美国上次就是去了之后 发现原来没有像之前说的那么好 但他去德国设厂这件事 既然已经谈好补贴 当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没有想到我们台积电竟然 够人玩 够像玩呢 够格罗方德就是革新 革新现在抛红说 所有的补助都被你们通通拿去了 英特尔先拿走了大半了 对不对 100亿 台积电再拿走了50亿 那两个人就拿早差不多7成 对不对 那其他的如果再拿的话 只剩下一点点碎肉了 所以革新非常生气 他就怒了 怒轰德国补助台积电 这是扭曲竞争 阿伯恩三 对台积电的话 因为美国厂延后一年 市场就很紧张 那德国欧洲呢 欧洲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不过欧洲 德国马上就宣布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图的部分 他说我这个两百亿的欧元的话 我给英特尔一百亿 那欧元 英特尔已经先拿走一半了 对 那我给那个这个台积电五十亿 那我给英非你十亿 看起来好像台积电比较少 不对哦 你看那个比例 这个英特尔是投资三百亿欧元 拿到一百亿是三分之一 所以拿到三分之一 台积电投资一百亿欧元 拿到五十亿欧元 英特尔只拿20%而已 所以你看这个补助 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台积电补助是最棒 它的比重是最高 难怪格星就把箭头 指向台积电了 而且他说难道你台积电 是要全瓶瓶去吗 对 那这个格星你看就说 怎么没我 我也是有技术了 你看既然代工市占率 虽然台积电是60.1 三星的话大概12.4左右 然后我也是有6.6 我还比那个所谓的这个联电 多所谓的这个大概6.4 我比他高 而且我本身有这个AMD的 这个技术底子 而且我技转IBM 我这么有技术的公司 既然你没有补助给我 所以这个格星就在那里骂 说你们都补助有钱人 补助这个市场竞争者 比较强的 那这个市场就被垄断了 这对市场觉得不好 其实Glowfond也蛮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在全球的市场率 当然仍然是No.1 高达60% 这是最新的2023年第一季 那第二名是三星 其实三星已经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了 它只有12.4% 但你不要小看Glowfond 不要小看格星 它其实在全世界的排码 是排在第三 人家是老三 紧追在三星之后 它是6.6% 想不到老三说我一块钱都没拿到 对啊 他说你看这个Glowfond 为什么在今年第一季 它市场率稍微拉上来 比这个联定高 主要它的营重点是在欧洲测用 测用的部分的话是蛮稳定的 结果你可以发现他花了五十一七五十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依法半导体两个合资 五十七亿欧元 他们要成立公司 结果这个依法半导体 他去研发一个晶片 跟福斯去研发一个晶片 结果那个格星在想说 那个晶片应该是带公司 我我跟你合作五十七亿 当然啊 结果他订单是下给台积电 那火气更大 我跟你合作 既然你下单 跑到台积电那边去 我们两个人是partner 结果你下单给我的敌人 这是什么概念 那更火的一点是 他发现就是说台积电 投资这一百 这个一百亿欧元的一个厂 他既然是找英飞林 英飞林的话 是全球车用半导体第一名 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革新很大的一个客户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博士 博士是全球 既是办这个所谓的 零组件第一名的 结果台积电 博士我来稍微插个话 观众朋友可能对他有点陌生 但如果你有买洗碗机的话 家用的产品 家用洗碗机 很多人都是BOSH的品牌 我们家也是 所以博士他出很多 家用的电器产品 但事实上 他也是电动车 车子 零组件和晶片业界的天王 对 他零组件他就是 第一名的 因为你是车用半导体第一名 结果这两家公司 是跟台积电合作一起在 在这个在所谓的盖公司 那革新整个都都气死了 气炸了 那其实欧洲的机器人 他们的技术 说真的实在是不错 其实你可以发现像Q卡 这些机器人 他在这个 比如说一个卤牛 他们在这个消毒的部分 那机器人 他消毒的都非常好 而且对这个卤牛 他们的一个生产量 都有一个暴增的一个现象出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机器人的话 实在是很厉害 所以机器人是在干嘛呢 他现在是在 他卤牛那个卤头 他把它做消毒 他在消毒啊 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 那个卤牛的产量都暴增 那另外的话 欧洲的机器人 在做那个时候的乐队 一个乐队的话 他是按那个键盘 那机器人按键盘的话 那个准确率很高 所以你说 他会演奏吉他 对 对 你看全球的声音家 也没有像他那么顺畅 准确率非常高 听起来那个音质 真的 所以也就是说 台积电到德国去设厂 一方面是因为电动车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欧洲的机器人的AI需求 也蛮大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Groftfundle而言 台积电就是亲门打货 对 革新说 你到我家来 用我的补贴 抢我的客户 跟我的朋友变成结盟 所以Groftfundle对台积电 当然是余怒未消 最主要是因为他过去也曾经告过台积电 他们过去就有些恩怨行求 所以现在是救仇家心狠 对 其实过去Groftfundle到处去告诉的时候 确实有发挥的一个作用 在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疫情蛮严重的 他就一直告诉说 你看你们现在都一直支持台积电 台积电离中国那么接近 中国这个可能军事威胁 或是对全球有威胁 你看全球有70% 这个晶片的一个生产量 是在台湾危险 所以为什么 这个后来有所谓的 比如说对中国的管制禁止 或者说对台积电一定要到美国去设长 甚至到日本到欧去设长 这Groftfundle到处去告密 到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2019年 他曾经就是去买IBM的半导体的部门 因为IBM半导体部门就做不好 他就要卖 结果Groftfundle去买 去买之后 一看到他就有16000个专利 马上他就台积电 你做什么 你做28奈米 你做16奈米 你做10奈米 你做12奈米 全部告 那时候跟台积电也发生了一些 诉讼的一些问题出来 所以这Groftfundle从过去记录 跟台积电过去就有恩怨情仇 一直告一直告 这一次的话他真的火大 好 我们来谈台积电了 但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是台积电的股价 台积电法术变法会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 我们先从日K线来看好了 从它开完法术会之后 到现在 虽然没有再大跌了 但是也没有像其他的AI股 那么样的灵力了 因为这次台积电法术会 它真的是 有太凶了 整年度的话 等于它的衰退是一成 本来衰退只有3% 变成一成 所以说比原来预估大 第三季比第二季 本来营收应该要成长15% 加只有7.5% 都不好 但是其实它反映了 现在重点是 它明2024年 它营收成长率 本来预估大概15%到20% 这次摩根森林把它估到23.6% 然后2025年的话 估22%左右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还是会去反映到 明年跟后年的一个成长 所以这个法术会 这个法会这个问题 其实它有消化掉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真的未来AI有做回档 我觉得台积电 如果有掉到550块以下 就是闭着眼睛去买 550以下闭着眼睛去买 因为AI可能会整理 当然现在是热络 我们知道冠军召唤手还是很信心 我也有信心 但是万一如果拉回的时候 我觉得台积电550以下 应该是可以买